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中央政治局會議所制定的國策 對內地經濟和中港股市影響很大 了解國策亦有助投資者趨吉避兇 中共中央每個月都會舉行政治局會議 但集中討論經濟的會議主要有四場 其中三場是在公布季度經濟數據之後舉行 包括四月、七月和十月 會議會總結過去一季的經濟資源 更加會為新一季的經濟工作定點 至於十二月中下旬的會議 就集中為新一年的經濟工作定下大方針 相當重要的 投資者會特別留意會議入面 描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樓市政策等等的字眼 有甚麼重要的轉變 好像2018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為例 當時淡化了防住不炒的論調 令市場覺得樓市政策短期內不會禁嚴 到了2019年第一季 多間內房企業的銷售和股價都有不錯的表現 不過去到2019年四月 政治局又重提防住不炒 而在2019年第二季 內地不少城市都推出了調控樓市政策 按息亦上升 內房企業的股價亦受到壓力 總結而言 政治局會議非常重要 初過要特別留意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 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各行業政策的施政方針 以助各位掌握投資方向